李女士购买的房子位于湖州无形区云尚福小区 开发商是湖州绿地家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我是108就是110年抽位是180万 李女士说购房合同原本约定的交房日期是2023年6月 她是三个月后接到交房通知的 911号交房呢她也是强行交房 其实她很多地方都没有通过 都没有通过呢让我们来拿房 那么有些等要用的房子呢要拿房也拿了 我们是等她能办房产证我们准备拿房 李女士目前还没有收房 说是据她了解即使收了房 目前也没法给房子办理不动产证 具体原因还没个准确答复 政府说是他们的资料没送齐钱 说开发商的资料没钱 开发商嘛又说一些说是政府 某些部门还有什么没有通过 我们找开发商开发商也推为 找到小区营销中心开发商方面的工作人员介绍 会按照合同约定对延期交房的情况进行赔付 并表示已经向主管部门递交了申请办理不动产证的相关资料 李女士提供了一张截图 针对该项目无法办理产证的问题 湖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方面的答复是 该项目已交付分割证办理工作 仍在进行中请耐心等待 记者找到当地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 项目已完成竣工备案并交付 由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办理的土地复核验收还没有完成 后来开发商湖州绿地家业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进行了解释 因为我们当时拿地是住宅跟商业一块拿的嘛 然后商业因为是因为当时道路不通啊 和一些周边条件不具备时空条件 导致商业当时就是还没进 现在我们是也是在跟这些相关部门沟通嘛 就是说那商业比如说过完春节啊 或者后面啊再商量再排一个建造计划 或者怎么样那住宅的产政能不能先先办理出来 就是跟商业分割开来去办理这个土地复核 记者把开发商的回复反馈给了李女士 188黄金眼记者胡州报道